男子到超商取货 柜台上这一大碟的物品都是未造车牌 他被台中市行大锁定 在网路上购买大量的假车牌 再加价转卖 被冒用的受害车主报案 莫名收到高速公路ETC 被扣款欠费单和多笔违规罚单 无奈只能到监理所更换车牌 警方找到了挂假车牌的嫌犯后 在巡线找到卖家 远警调查假车牌卖家 是31岁的陈姓嫌犯新北人 之前从事汽车百货五斤相关工作 他透过大陆网购平台买来假车牌 客制化版的车牌一片进货价格6000元 他在台湾卖1万2 普通随机号码的车牌一面进价4000元 他也是用多一倍的价格卖出 台中市刑大搜索嫌犯住处 在枕头下和他超商取货 一共查获了26面假车牌 全案一违反卫造文书等罪嫌 将他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TVBS新闻 黄国俊宏采伦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